請教室 現在李醫師往解封的方向 好像是全球都有這樣的趨勢 那問題是臺灣當前的確嗎 是ok嗎 可以嗎 來你怎麼看 我想臺灣是世界所有的國家裡面 最有資格完全解封的 因為我們真的是 本土病例數 已經好久都是歸零了 我們要判斷說一個 你到一個地區去旅遊 工作 你有沒有生病的危險 就是看他有沒有本土病例 社區感染的病例 你想想看我們現在的情形 其實就是跟我們一開始 疫情剛開始的狀況是一樣的 我們就是會面對 從流行地區進來的確診病例 可是我們本土好像就沒有什麼社區感染 偶爾會發生一兩個 一直從疫情開始到現在 大概有九個是追查不到傳染源 的一個社區感染 就這樣而已 可是我們的防疫措施 是可以阻斷他的 那我們再想想看疫情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做了什麼事 戴口罩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沒有社交距離 沒有說不可以聚會 我們那時候還可以聚會 那電影業生意也還不錯 那現在呢 現在我們就是封閉 非常封閉 就是有很多規定使得我們的經濟受傷 有必要嗎 有必要嗎 那我們再看看國外 紐西蘭不是前幾天來慶祝解封嗎 大家趕快去買素食對不對 我看那個新聞 他是說他在部分解封的這二十四小時之間 其實還有一個本土病例 他並沒有歸零 你看人家沒有歸零都已經在解封了 而且呢 他們跟澳洲其實是 他們不只是內部解封 他希望外部也解封 所以他跟澳洲形成了一個叫做 Travel Bubble 他兩個形成一個泡泡 好像一起去洗泡泡衣的樣子 就是說他們兩 澳洲跟紐西蘭好像都沒有社區感染 沒有什麼危險 他應該可以互相來往 臺灣也要思考 一個是國內 我們這個過度嚴格的一個防疫措施 當然他是會更提高我們檢疫的信心 但是是不是必要的 我們繼續口罩 繼續做一個那個人群聚集地方的警示 但是有些地方呢 你不要再去做太嚴格的一個規定了 比如說呢 比如說餐廳 餐廳那種那個那個梅花座 一看起來就是 他的生意至少少一半嘛對不對 他比起以前 沒錯 我每次去看電影都是好像包場一樣 就一兩個人 隔得遠遠的有必要嗎 那麼遠 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 都已經開始疫情下降 那另外呢 我們的檢疫也做得很有經驗 我們知道怎麼要做 怎麼之後要做 會以後會境外移入的機會變少 然後會出現無明顯傳染源的 涉及感染的飢餓也會變少 我們要顧慮到經濟生活 我們不需要付出太大的成本去追求完美的百分之百的沒有感染的風險 所以我們其實我最近也跟一些專家跟學者討論過 大家是贊成解封的 但是好像大家都不太敢講這件事 因為這個好像你要負責 陳部長其實他有講夠 要朝那個方向講 可是不能夠講太快 我想可能就是 其實我是建議立法院弄個公聽費 趕快就講一講說什麼東西可以解封 一步一步來 什麼東西你覺得其實是沒有傳染的疑慮 一步一步來 我甚至認為說 我們應該外交出擊 那紐西蘭很好玩對不對 他的Travel Bubble 我們應該弄一個安全旅遊聯盟之類的 我們就是 我們就弄一個標準 說幾天之內沒有本土案例發生的國家 而且他的檢驗能力是過的 我們就是可以對他解封 然後我們跟他就是完全安全的旅遊 我們這個旅遊的航線裡面就是 只能過我們兩國的國民 或者是我們聯盟的國民 因為其他國家碰進來的話 我們知道這個飛機上其實 有的時候會傳染 機場也會傳染 你就是弄一個聯盟 然後我們就會有朋友了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跟大陸胎軍人家就 我們沒有病例 他都對我們斷航了 然後那我們要做得很好 我們才能夠有朋友 沒想到我們做得很好以後 大家都淪陷了 我們沒有朋友 現在終於有一些國家 也已經做得很好了 我們應該開始交朋友 就是要恢復這些理由 那稍微減輕一下 舒緩一下 我們太嚴格的防疫規定